今天我们是来给我们的辣椒进行整枝整一下 前一段时间因为大风大雨 我们的辣椒好多都死掉了 我们现在存活的辣椒 我们要给它进行整枝修剪一下 我们只有给它重新进行整枝 我们的辣椒才会一直吃到秋天 甚至进入冬天 我们整枝的时候 我们就像这种没有辣椒的枝条 我们就没有给它剪掉 我们拿的剪刀 要快一点的 不要拿那个顿顿的剪刀给它剪 我们在给辣椒修枝条的时候 像这样的枝条 这里有一个侧芽长上来了 我们就修掉这上面就好了 我们那个侧芽那个地方 我们就不要修了 我们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在晴天的上午来修的 并且是这个叶子上面 没有露水的时候我们来修的 我们来修剪完之后 像这个枝条 我们就不能留在地里面 因为辣椒它很容易感染那个病毒 所以我们修剪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枝条 我们要给它扔圆一点 我们这样修掉的目的呢 就是给我们这个辣椒的这个 这个一节一节上面 重新长出那个侧芽了 这个重新长出来的侧芽 到时候它还是会开花结果 也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辣椒第二春 所以我们的辣椒在采拆完了之后 我们要及时的把那个刺条 还有那个并并叶子 我们绝对没有给它修剪掉 不要留着 我们把那个多余的刺刺条条 给它修掉了之后呢 像我们这个辣椒这上面 我们又开始开花 开始结果像这样 到时候我们这个辣椒 又能长出很多辣椒 我们这时候的辣椒 我们要记住 我们这个辣椒的这个顶 我们就不要打掉 我们这个没用的这个刺条 还有这个叶子 我们要给它修掉 不要给它带蜜了 太蜜了 我们这个辣椒很容易生病种害 这个辣椒一旦生了病种害 它就很容易死掉 好了 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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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